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妈 这么晚还没睡啊 你知道晚的吗 那你还去到三更半夜才回来 去哪了 跟朋友去酒吧看球而已 又看球 你还不会赚钱就会用钱了 这也是不行的 哎呀 小鬼 小小小你不晓得了 你要到什么时候你才懂事呀 我怎么不懂事呢 我只是去酒吧看看球喝杯酒而已 你不要说赌钱这么大的事好吗 你还顶嘴呀 当初啊 我叫你去学医你又不肯 硬要学那些什么电脑啊 我都说了那些是找不到工作的 哎呀 生不逢时 最倒霉的就是科学包 哎呀 怎么说你都不会明白的吗 你以为小声说我就听不到了吗 我呢 是没关系的 但是你一直找不到工作 怕你被人看不起呀 哎呀 行了 行了 来 我明天去找工作吧 有什么工作都先坐着好不好 没错 有理想是很好 但是你也要现实一点才行啊 知道了 我先去洗个澡 好吧 哎 对了 留了一些汤给你 多喝两碗呢 啊 sorry啊 吴先生 我们只是请打资源 你怎么说都是电脑奇才 还是找一份有关电脑的工作 比较合适吧 不好意思啊 我们已经请了人了 其实你长得挺帅的 不如去试一下考议员训练班吧 说不定会是第二个大哥呢 姐 现在怎么行事啊 你想有八成一公司 哎 回去等消息吧 哪个人是你小弟呀 做哥哥的要多关心一点才行的嘛 你看有什么工作合适他的 就介绍给他吧 嗯 我都回来了 就这样啊 妈 我回来了 怎么样啊 今天应病怎么样啊 是这样的啦 以现在的经济啊 是很难找工作的 不过呢 做人最重要是不要怕吃亏 也不要怕辛苦 那就容易找的啦 那 就像你哥以前那样 当初去到律师楼 还不是想先落个角 工作有超时 还整天被别人说呢 但是挨了一下呢 结果真的做成律师啦 妈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但是可不可以不整天都把哥哥搬出来说呢 我跟他读的书不一样 怎么比嘛 也是 人比人 说不到三句就走开了 他爸你就好了 这么早就去了 留下这个儿子让我操心 你这个儿子又固执 什么都放在心里面 我真不知道怎么教他 他毕业这么久了 还没找到工作呢 如果你再添有灵的话 就保佑他早点找到一份好工作吧 看看有什么吃的 这才算我的 这么大方 中流合彩了 不是 中球而已 其实上个星期我买了三场球了 全部都中了 今天呢 我特意请你吃晚餐 算是报答你咯 喂 吃饱一点 吃完之后呢 多给我两场内幕吧 吃饱都没有东西吃 你真是的 一定中的 我都是算出来的 算出来的 怎么算的 怎么说呢 赌球呢 就是靠运气 靠运气呢 可以算出来的 一般来说呢 那些赌球公司都会有一个出场的程序和机制的 你按它的程序再多写一个程序出来 那赢的机会就比较多 虽然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但是我相信你 厉害 对不起 刚才我不小心听了你们的对话 对你的观点很欣赏 所以希望你加入我们的公司 不论博采 是啊 我们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可不可以让我考虑一下 当然可以了 你考虑完了 随时可以找我 好 喂 这可是一间大公司啊 我有个户口在里面 你不是说不吧 啊 潜离马玉伯乐 那么大个机会 难道你想放弃吗 妈 我煮了甜品 我给你盛一碗 妈 先坐下 我有一件事跟你商量 什么事 有间公司想要我 是吗 什么公司 赌球公司 赌球公司 你记不记得你爸怎么死的 记得 不就是欠人家钱 被人砍死的 其实我猜你未必会喜欢的 但我没有答应他们 我就是想回来问问你的意见 你自己怎么想 其实 这也是个很好的机会 我自己想试一下 既然你想自己试一下 如果是个机会 你就去吧 你爸爸都死了这么久了 我不应该整天都为他那件事来阻止你们 不过 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无论如何 你都不可以赌 因为如果一个人有了贪念 就很容易闯祸的 妈 我答应你 我不会赌的 放心吧 那你要好好地对待工作了 行了妈 我知道了 认真点 不会了 听说新来的那个小子做得挺好啊 他挺聪明的 出手又快又准 搞得外卖的人买上场也不是 买下场也不是 他做得真的很好 这种小子是个人才啊 现在是很难找的了 有空呢 请他出去喝两杯 加他的一倍工资 让他死心塌地的为公司赚钱 我知道怎么做了 我出去了 老板 卫北 不知不觉 你已经做了三个月了 是啊 真快啊 现在公司对你的表现很满意 准备给你加工资 加工资 这么快 喂 用不用跟老板说一声谢谢 不用了 这是你应得的 今晚喝酒再说 好 回去吧 妈 哎呀 回去吧 妈 哎呀 干什么呀 哎呀 我等你回来不是为了问你拿钱哪 你这么晚都不回来 也要打个电话给我呀 跟上次聊天啊 聊天当然打不了电话了 你以为我是老板吗 聊天而已嘛 也不用喝那么多酒啊 你自己这么大了 要有分寸才行啊 现在怎么没分寸了 妈 你是不是半夜三更了 还要找些事来骂我呀 什么 这样也说我骂你 那不是嘛 对也骂 不对也骂 没有工作也骂 有工作也骂 你是不是看我不顺眼啊 你在说什么 我想说很久了 我比哥哥差很多吗 你从小到大只会骂我 你骂过他们 这么久了 他没有回来看过你 到今天为止 是谁还跟你住啊 你有没有想过 什么 哎呀 你现在这么说 我稀罕跟你一起住了 你是不是很不想跟我住啊 如果是的话 好 你走 你立刻就走 我不稀罕 走就走 喂喂喂 我只是请你喝酒而已 不用这么拼命吧 再说了 你只是跟你妈吵两句而已 就搞成这样 你以为是我吗 现在不是吵两句的问题 他根本就是偏心我哥哥 有什么话好说 哎 是的是的是的 既然没话好说 那就算了 哦 对了 最近有什么内幕吗 哎 现在的球总是爆冷门 输得好惨啊 赌博的事哪有一定赢的 最多一定不会输而已 不输也好 那怎么一定不会输呢 不赌就不输咯 你说 如果真的有一场球 可以预知结果 那不就发了 哎 不用多的 一场就够了 赌封了你 不是啊 那程序不是你写的吗 可不可以打完一场球之后 你再帮我下注呢 就当是在开球之前买的 那就一定中了 喂喂喂 听到我说话了吗 那到底怎么样 那又怎么样 肯定不行了 请也是犯法的 那 那程序不是你写的吗 你不说哪会有人知道的 还有啊 这种赌车公司 一天的钱不停地赚 不信就那么巧吧 喝喝酒吧 这么多话说 哎 这么晚回来的 不是 我的程序就快写好了 回来看看 这么努力 肯定发达了 嗯 别耍我了 喂 不跟你说了啊 好啊 您的账户上现有港币六十万元者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我自问良心 我对你们两兄弟真的没有偏心 我整天骂你啊 也只不过是紧张你而已 如果你不喜欢我说那么多 那以后 我就不说那么多了 对了 你哥哥明天呢 要请我去酒楼吃饭 庆祝生日 如果明天你有时间的话 一起去 妈 我知道 昨天我冲动了一点 大声了一点 是我不对 对不起 算了 我没有放在心里 哥哥是不是明天请吃饭 那我明天请你喝茶 买一份礼物给你 傻瓜 我都几十岁人了 不用买礼物了 不行 明天喝完茶 一定要买一份大礼物给你 啊 完了 天快亮了 我先睡一会儿 走了 我妈妈今天穿得真是漂亮 真是个大美女 那当然了 不管儿子给我喝茶 怕你没面子 喝完茶呢 那想一下要买什么礼物了 知道了 好 你等一下 妈 你先去前面那间酒楼站位子 胡老板找我 那里人多 我先去站位子 你等一下过来 好 好 Pole issement 里面 我了 老板办妥了 办妥就好了 千万不要留什么痕迹 一定不会 做什么 做什么同情他 怎么说也是个人才 而且是我亲自挖掘的 为了这几十万搞成这样 觉得有点可惜 可惜 可惜什么 那小子自找的 那他也不会想 做出这种事情 怎么会没人知道呢 故事不就是这样了 可惜他妈妈 一辈子不赌钱 球啊 也不知道是什么 偏偏为了这个赌子 没有了老公 也没有了儿子 你说是不是惨的 这人真的很惨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小子真的很大胆 哪有人一次就骗六十万 这么大的口气 你说是不是 说的也是啊 无端端的没有了这么大一笔钱 如果我是之前公司的老板 我都会怀疑的了 如果是我 就拿一点点出来嘛 是不是啊 你什么 废话上说 今晚应该买哪一场球 不是吧 用心良苦 告诉你们这个故事呢 只是不想你们沉迷赌博而已吧 你们两个年轻人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你说球倒是很厉害的 怎么现在婆婆妈妈起来了 哇 你们现在才知道啊 谁都知道 谁问他内幕 他都会说这个故事了 然后就却人家不赌了 哎呦 天生你们又不听 哎 总而言之呢 球不是用来赌的 我呢 不会和你们同流合污的 不听我说 就算了 想做什么啊 小的 喂 胖子 玩什么 我上次嘴而已啊 你讲讲理由嘛 哦 我认得你了 你不是电视上面 仰球的那个吗 还没请教 有空捧场啊 大家平时相逢 他都一点消息了 啊 我没有内幕吗 哎 你别骗人了 你这是那么多人 一定有消息的 都说没有了 麻烦你让着啊 我要上厕所的 厕所不是不可以让 我们先聊聊了 怎么样 聊聊 哎呦 我想你是喝醉了 先生 你先出去休息 钱财呢 是身外之物 一切随缘了 你关心我 这么大个人了 都没有人关心我的 这就谢谢你了 谢谢 行了 行了 谢谢 谢谢 慢慢来 哎 真是神经 谢谢你啊 大颗鱼 大颗鱼 真是黑暗呢 买上盘开下盘 买下盘又开上盘 哎 好了 这样吧 哎 哎呀 喂 你是怎么搞的啊 你 对不起啊 我是无心的 不好意思啊 不如你把电话给我 我帮你拿去修 如果修不好呢 我赔个新的给你吧 不行 我给你这部电话 我怎么找你啊 是啊 那 开玩笑的 认得你 你是奢求的吗 对了 你也喜欢足球啊 差不多了 不过也不懂啊 没人教啊 如果有人教的话就好了哦 很简单的 看看就明白了 不如这样吧 你给我个电话 我看了有什么心得就抠你不就行了 好啊 好啊 哎呀 我没带纸啊 你写在手上吧 好啊 不过想不到 你说修又说得这么好 怎么这么怕凶呢 就这样吧 有空抠你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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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比镜上帅多了 谢谢 拜拜 拜拜 喂 早安 早啊 今天利物不打笔啊 买上盘还是下盘 哎 新哥 比赛的是呢 什么情况 都会发生的 哎 不要赌了啊 省些钱吧 嗯 整天普通妈妈的 喂 马县长 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 哎 吓死人了 我的偶像 我说是谁 我说是谁 我只是知道欧文而已啊 那到底是谁 到底是哪个 你给点小条消息来 告诉我 哎 哎 喂喂 喂喂 喂喂喂 让他们阻拦一下啊 巴士又走了 小巴又走了 哎 去搭出租车吧 你 包呢 不会包 哎 真是倒霉 倒霉成这样都有 连包都不见 喂 导演 不好意思啊 我都不想迟到的 我知道的 我知道我不醉 让成熟的人等我 因为今天早上我包不见了 还真的 我 不是这样吧 怎么样啊大爷 喂 你好啊 哪位啊 方方啊 昨晚在酒吧里的那个女孩子啊 原来是你啊 喂 不好意思啊 什么事啊 不是啊 我的电话修好了 想看看你今晚有没有空吃饭而已啊 好啊 你吃饭呢 我是最喜欢吃饭的了 天天都吃 那好啊 那么七点钟在酒吧里等 那好啊 先把酒吧见你了 拜拜 拜拜 太好了 哇 发达了 搞定了那个广播员 大把的魅梦 值 对了 上次呢 你修那部电话 花了多少钱啊 我还给你啊 不用了 你请我吃饭不就行了 就当大家做个朋友吧 啊 朋友 朋友 我们大家都是年轻人嘛 对对对 嗯 哦 其实你做广播这一行 不就是要做很多资料收集吗 哦 刚开始呢 是辛苦了一点 现在呢 就是看看杂志啊 报纸啊 上上网了 嗯 他们呢 已经做完了资料收集的 我们是很轻松的 哎 对了 你是哪一行的 我 我是做会计的 哎 很闷的 哎 你不是认识很多球员呢 球员人士吗 哦 嗯 多多少少认识了一点 小意思而已 如果你想认识 我介绍给你 那也不用 认识你不就够了吗 啊 真会说话 啊 你对哪个联赛最有研究呢 英超呢 嗯 肯定是德国球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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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唯一收起足球就是这样的了 哎 不要紧 不要紧 嗯 那 哎 那不如说一下你了 我 好啊 好啊 啊 对了 你喜不喜欢出去玩啊 我喜欢啊 嗯 啊 不如去看电影啊 嗯 好啊 啊 等等 喂 怎么样 什么 我没空呢 哎 主力队员都不出场 这些响应都难的啊 啊 输两个球左右吧 哎 喂 喂 哎 不好意思啊 现在没空啊 吃点再联络啊 OK 哎 哎 久等了 不要紧 哎 走吧 哎 去看什么 哎 等一下 呃 我突然想起有一些东西要买 哎 不如你先去买票 我在门口等你好吗 要买什么一起去买不就行了 不是啊 我要买女孩子的东西吗 啊 这样啊 嗯 哎 好吧好吧 那我先去买票 喂 烂毒鬼 喂 听完 曼莲对哪对啊 对西部老 当半球 是吗 我账户还有多少钱 八千块 帮我全部买完 买下盘 是吧 是啊 快点呢 好了好了 嗯 就这样了 啊 其实呢 这两部电影挺好看的 还可以了 不过 那个男主角不是很漂亮 个人的眼光不同吗 哎 先听电话 喂 啊 三比零啊 哎呀 我这八千块没了 什么事啊 是不是你的朋友又病了 你才有病呢 王八蛋 我做错什么了 你呀 乱给我什么内幕消息 又说曼莲输两球 真讨厌 这次让你害死了 曼莲 我什么时候说了 我从来不给别人内幕的 还说没有 下午的时候打电话时 你和那个人说的吗 哦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 我说的是啊 我的朋友的两个球队呢 为了切磋 打了一场友谊赛而已嘛 哎 你想到哪里去了 喂喂喂 慢着 你不是说你不赌球的吗 本小姐赌球 比你凭球还多 如果不是以为你有内幕消息 我才不理你呢 还以为自己很潇洒 去死吧你 喂你 喂 不要提曼莲了 想起上次的事就生气啊 已经输了一个点球了 哎 一打几例 哇一次要那么多 请客 关你什么事啊 快点啊 用来救活的 喂 天力啊 是啊 过去啊 啊 问他要内幕消息 走 走走吧 喂 天力哥 你又有什么事啊 哎 不是了 我只不过想让你给我们一点内幕消息 一起过一个开心的party 开什么鬼啊 我只是平球而已啊 你以为我是赌神啊 如果真的有内幕消息的话 我就不用没碗烂味口水了 就在家里等着收钱了 喂 你不给就算了 用不要咬牙切齿啊 哼 遮遮掩掩 我就不信你不赌 就是吗 哼 算了 人怕出明珠怕壮 是这样的 不行 这两个小子每次都这样 要教训他一下 哎 那 先是你们两个 别说出去啊 给你们一些消息 三川一 全部买西亚 第一场 奥申舒纳对黄马 1比0 第二场 桑坦德对巴塞罗纳 5比1 第三场 拉科对塞尔塔 4比2 那 知道买多少倍了吧 这次发了 这次发了 哎 你这两个小子 这次还不死啊 整天问我要内幕 不是吧 万一 那两个小子真的相信 下了重主的话 那损失不是很惨重啊 不对不对 万一 这钱是拿给老婆儿女的 不是伤疾无辜 如果他老婆没有了这些钱 而去自杀的话 那岂不是变成杀人凶手了 又万一 如果他老婆有了儿子 那岂不是一时两命 如果是双胞胎的话 那就是一时三命 不行 还是回去告诉他们真相吧 喂 那家伙哪儿去了 把这里翻过来 要把他找出来 喂 喂 他回来了 真没道歉吗 知道了 其实呢 一 二 三 天力求神 救济球皮 有天力 没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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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你去哪儿了 什么 什么 什么事 你给我们的那几场球 全部都中了 啊 我们买了五十块 中了十几万 十几万 这次以心相许都值得了 要要 不是吧 这样一种 不用装了 我知道你今天一定种很多的 不过你放心 我们三个口很严的 一定不会说出去的 嗯 但是你要记得啊 下次再有消息 一定要告诉我们呢 是啊 我刚才去银行看过了 我刚领了钱 等会儿吃午饭的时候 存到你户口了 我明天也应该发薪水了 我晚点存吧 行 不用急的 喂 不如全部存定期 好不好 为什么 哎 现在利息这么低 好像存定期 比较好吧 哦 听你的 哎 这么存 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结婚 怎么 觉得辛苦啊 哎 有时候想买件衣服 都舍不得 其实结婚也不用很多钱的 不要搞那么铺张就行 我知道 因为我想铺张嘛 是我妈要铺张 我也知道 不过你也只能那么说而已 算了 不要为了钱让自己心烦 全靠你了 也是你教我的 不要为了将来的事 而耽误现在 那是我说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 要吃完三明治 要迟到了 哦 是啊 喂 喂 伟哥 你真的吃了伟哥了 还不下班 什么 什么伟哥啊 就是这里做个不停了 哦 我想收拾一下而已嘛 哎呀 长命功夫长命做 留到明天再做吧 一起去玩一下 走 啊 呃 不用了 我不喝酒的 这不适合我 这 你以为你是女孩啊 哪个愿意带着你一起去喝酒呢 一起去看看球 玩一下 疯一下而已嘛 虽然是不过 不过什么呢 不过 也要见女朋友 不是 我知道为什么不去了 现在要存钱结婚 有得省就省了 哦 原来是这样 你又不喝酒的 能花多少钱 我们赢了很多钱 那 今天我们请客 一起去玩 走 走了 走 喂喂喂 废话少说了 会得叔叔来听听 阿森纳赢了一球 0.9对0.9 哎 我就不这样想了 照押阿森纳赢上盘 输都值得 一千块 哪有的输啊 我也押了一千呢 那就没得跟着 喂 阿伟你怎样 我 我不用了 我不赌钱的 喂 不是吧 小赌可以移情的 买两百块 玩一下吧 不就是 筹签结婚重要 但是人无横财不发呀 兄弟 还是不用了 你们玩吧 你们赢钱 我也一样开心的 勉强没有幸福星 买上盘 三千盘 哎 你看 这样就有人 错过那一千块钱了 真是 是不是阿伟 我都叫女朋友了 这次不会输的 哎 赌钱是要有胆色的 你连赌都不敢赌 怎么会赢呢 哎 没事 没事 赢钱开心过头了 那说的 喝一杯吧 来 干杯干杯 干杯干杯 大家庆祝一下 以后常赌常有 就这么定了 这个星期啊 看电影十五块一场 不如我们去看电影吧 随便你吧 反正你要干什么 也不用问了 你说什么呀 从早上到现在 你都是不高兴的样子 你干什么呀 为什么昨晚去酒吧 没有跟我说 怎么没跟你说 我不是在酒吧 打电话给你吗 对呀 你都会说 在酒吧里打给我的 那不是先斩后揍了吗 下班以后 同事都叫我走了 难道我说等一下 要先打电话给女朋友才行啊 我的同事经常叫我去做美容 我哪有去过啊 不就是为了省钱吗 只是你要面子我不用的 神经 我一分钱都没有用过啊 昨天晚上有个同事说 要请客才叫我一起去的 他们赌球我也没有赌啊 人家都赢了上千块钱 我这个人啊 就是为了省钱才不赌球的 这样叫神经 这样叫自私 还要被别人骂 喂 是 好啊没问题 好啊我等会过去 这么早你约了谁啊 男人呢 鬼混了 信不信 我赶时间 拿着他吧 鬼鬼祟祟你干什么呀 没有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人 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和你说 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我见到你女朋友 在半岛酒店 和那个叫徐毅的男人 一起走进去了 有没有认错人啊 虽然我和你女朋友不是很熟 但是也见过二十多次了 怎么会认错呢 那那个徐毅是什么人呢 啊 徐毅你都不认识 但家里是很有钱的那个啊 经常办宴会 开球 经常泡妞的那个啊 哦 我知道是谁了 怎么你会让你女朋友 和他在一起呢 没事的 他好像跟我说过的 说不定他在谈公事呢 谈公事 有什么公事要去酒店谈呢 我也是多说一句 没有什么的 我还是先走了 喂 各位兄弟 决定了没有 黄马对AC 说阵容 费哥 齐达内 卡洛斯 罗纳尔多 都是很有经验的 而且啊 论经验 还是上届的冠军呢 不如选黄马吧 这倒也是 虽然AC这届有进步 但对手是黄马 还是不够资格呀 你们都说完了 就要买了一千 好不好 好吧 喂喂喂 你怎么样 是不是又不赌啊 我想先看看这场啊 不要浪费时间嘛 你求嘛 不同的 快选一场吧 这样啊 那我买五百块AC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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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大家一起输了嘛 好 不要紧 人各有志 由他吧 嗯 好啊 哎呃 真是 哎呃 用大豆芽菜炒牛肉 给你乱棍打死好师傅了 也不是这样说的 可能是 阿伟真的有灵感 啊 对了阿伟 这次你为什么选AC呢 啊 其实我也是根据那些数据来猜的 因为黄马踢客场从来没有赢过 而AC踢主场是最厉害的 加上AC有师傅增高付出 所以我不就选AC了 没有什么理由的 就是啊 师傅增高跟阴家提真正选 难怪他们拼命了 结果就踢出一个球了 阿伟 想不到你这么有心得 如果你一开始就赌 已经赢了很多钱了 啊 虽然我们输了 但是为了阿伟 激开得胜 我们喝一杯 啊 干杯 干杯 气完没有啊 我下来都是气过就算了 是不是每天让你陪我吃面包 很闷呢 无缘无故说这是干嘛 你昨天是不是去过半岛酒店 你跟踪我 我没有那么无聊 是一个同事告诉我的 他见到你和徐一进酒店 你以为我做什么 我没有以为 我只是想知道 所以来问你 哈喽你也认识的 她是许一的表妹 她想开一家公关公司 想叫我去应聘而已 在这里做得好好的 为什么无缘无故要换工作呢 不就是为了你吗 又说自己想开一下自己的公司 你又不喜欢应酬 难道机会会自己飞来吗 我就想转做OL 看有没有多一点机会 你当我是什么 对不起 是我没用 是我不好 你不要乱想啊 我们在一起四年了 我是什么样的人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给点信心我吗 不是对你没信心 是对我自己没信心 对不起 傻瓜 不如这样吧 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 算是补偿吧 好啊 好啊 早安呢 你怎么不来啊 昨晚看球看得很晚吗 当然不是了 我去给你买花而已 说到没有啊 喜不喜欢 喜欢 很漂亮 不过那么大一收很贵吧 没有五百多块而已 哇 能吃一顿饭了 不要紧 银赏球就回来了 最重要你开心吧 下次不要再浪费这些钱了 不如我们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吧 去酒店吃早餐怎么样 你神经啊 有钱也不是这样用啊 还有啊 我们要上班的 哎 迟那么一点而已 没关系的 不是这样吧 我们请一天假去澳门旅游怎么样 我才不要呢 请假 那那算了 阿伟啊 我看你自从赌球以后 变了很多 是啊 变得有钱了 开心了 别开玩笑了 我是认真的 好吧 那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呢 嗯 我也不懂怎么说 总之 给我的感觉已经不一样了 喂 其实你赌的大不大 嗯 看情况吧 几百块到一千块左右 哇 这么多 买的大赔的大嘛 难道买十块八块啊 那不如不买了 那就不要赌了 你以前不赌球的 不赌啊 我怕我们存钱 存到三十五岁都不能结婚呢 你又省钱 不做美容 到时候很容易变成黄脸婆的 你现在嫌弃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不想你那么辛苦 想你想福而已 嗯 总之答应我 不要越赌越大 适可而止 好吧 我答应你 拜拜 拜拜 喂 美女 特意来接你下班的 开不开心啊 下面还有不车等着你呢 你去哪里找的车 问朋友借的 什么借的 是真金白衣买回来的 那你以后就不用几八十上班了 那车虽然是二手的 但是保养的挺好 那我答应你 如果我再多赢点钱呢 就买辆新的给你好不好 哦 喂呀 啊 不要说那些扫心的话啊 对了 你这么早下班吗 你怎么有时间去买车呢 你今天不用上班吗 嗯 不是啊 那为什么 我辞职了 辞职 为什么无缘无故辞职啊 你是不是傻了 我是想专职赌球而已 要不然又要上班 又要看球报的 不够时间用啊 你就是为了赌球 我辞职 你无药可救了 不是啊 你听我说吧 我算过了 我一个星期呢 就赌三天球 每天呢 赌三场 平均一个星期呢 就赢三千块 那一个月加起来呢 还多过一份的工资啊 哦 还是不要说这件事吧 想去哪里玩呢 还是去兜风 电梯口 电梯口 我们平时去吃早餐的地方 去那里干什么 那你问我去哪里 OK 就按你说的吧 别动 这就是你现在给我的感觉 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 我觉得你和我有很远的距离 我触摸不到你 我不明白你怎么想 就好像现在我站在这里 你就远远地站在那边 无缘无故的 你怎么那么想 不是无缘无故的 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 你变了很多 我记得 我问你我变了什么 你说你也不知道怎么说 是 我当时是不懂形容 但现在我会 我也很清楚 是 我们以前是很穷 很辛苦 每天吃面包 很闷 还有赶巴士很挤 但是我跟自己说 我跟所有人说 我的男朋友很有志气 还很有勃气 但是当我知道 你为了赌球而放弃一份工作 我真的心灰意冷 对不起 我也只是想你 过好一点的生活 不要让别人看不起 一直以来看不起的 只有你自己 安琪 对不起 我也想跟你说对不起 我真的没有办法 和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 在一起 不能分手 喂老公啊 我想我们要认真地想一下 她的意思 行 正在想 上次查尔顿队赢了三场 主场又赢 可以博一下的 我不是说赌球啊 是这里的生意啊 做生意 做生意差不多 没什么特别的 所以不就比整条街都差了 我们一点生意都没有 对面的KD8 逢一至四就买一送一 五六日就买二送一 还有隔壁的那间 请大把的美女 回来做适应 哇 那些裙子短的 可以看得到屁股啊 啊我们呢 我们这里有什么搞头啊 我们暂时没有 先想一想吧 那你什么时候 才想得到呢 喂 我们的生意 一天比一天差了 你没有发现吗 有球赌的那几天晚上 这些桌子都坐不满的 做生意是这样的了 肯定有好有坏的 最近我们是越做越差 哎 人家的酒是从酒厂拿的 肯定便宜了 如果斗瓶斗剑 都到死的话 没意思啊 好了 你说请一群美女回来 你以为我们是色情卡拉OK啊 但是现在周围都是这样的 你要懂得变通才行啊 或者不学别人的 你有什么心意你说啊 那你要向好的方面想 明天会更好的 那 那不如这样 不要吵了 先让我赌完一场好不好 我吵啊 我是为你紧张啊 如果你对生意这么无所谓 不如不做了 再做也没意思啊 喂 老婆啊 什么事啊 无缘无故发脾气 你都知道我一直在赌酒的 我不是为了这些生气啊 是你自己后来都不知道啊 哦 我知道 你是不是气我骂你啊 那不是这样 我多嘴 我混蛋 你骂我无所谓 骂而已 又不痛又不痒的 哎 哎 我是气你做人的态度啊 如果这个店你都做不好 你怎么照顾我 你说什么 都没关系的 当然有关系了 这些是你性格的问题 哎 你不要再吊耳郎当了 认认真真管理这家店行不行 OK OK 我答应你 做人和做事 我都会积极的好不好 怎么积极啊 你每次都这么说 嗯 我想让阿飞出来 看看能不能救活这间店好不好 如果再没有办法 我最多出去找他工作 先点着好不好 嗯 是不是真的 真的 我可以发誓 哎呀 算了算了 这么老土 我不要了 你明白就行了 那好吧 这里这么冷 不如我酒啊 回去吧 我怕你着凉吧 假装关心我 算了 我先回店里面了 和朋友谈好 后来找我 好吧 那我走了 拜拜 拜拜 哎 怎么去找人帮忙啊 阿飞都自食难保 找拍档 哎 真是 喂 喂 伟哥 很久不见了 怎么样 以为你死了 怎么在这里碰到你啊 当然没死了 还健在 喂 最近干什么呢 是不是还在杂志社 没有 最近搞些小生意而已 也好啊 做老板 哎 哪里啊 哪像你 开一间那么大的酒吧 比我好啊 不要提了 这一阵子挺烦的 怎么了 有什么麻烦 不是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哎 不要紧 反正我有时间 不如去你的酒吧 慢慢聊吧 好啊 走 哦 原来是生意问题 可以这么说 好在我碰到你了 要不然我都不知道去哪 是会说 多谢你 哎 男人之间 哪有那么婆妈的 反正我有时间 没事干 我都不明白 我老婆整天 要我干这个 又干那个的 喂 不是每个人都有上进心的吗 你想一下 怎么不给我个 舒舒服服的 享受一下生活呢 你的观点角度有问题 就没办法了 不过好说回来 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办法 重振酒吧 说实话 我在酒吧 一直没什么精彩的 无缘无故 要我做这么多事 又没有那么多时间 又要我找一出戏给我做 捞点外快 兼顾一下 那你晚上要回酒吧来打理 白天又要去上班 你忙得过来吗你 我就怕忙不过来 所以我就想 找一些不用上班 直接动一下脑袋活 就最好了 哎 书归说 有什么好的介绍 哇 很有难度的 哎 这样呢 有啊 喂 真的假的 真的 刚才有个朋友打电话给我 说想找个人来写囚经 他问我有没有兴趣 来赚一些外快 不过我这种人呢 就怕写字了 所以我就推了 有没有兴趣啊 是的话我介绍你去吧 喂 好啊 我现在呢 就打电话给他吧 我现在呢 就打电话给他吧 我现在呢 就打电话给他吧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他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他 你开玩笑啊 你就是行吧 说哪一场就中哪一场 上个星期那次啊 还连中了两个球呢 这种球经去哪里找啊 全世界少有的 说归说 全都是你给我这个机会 再说 我真是一场球都没有买过 不是吧 有钱你都不要 你玩我 说真的 心理学家说过 赌钱最大的窍门呢 就是刻薄恐惧和贪念 如果这两点都没有 赢的机会就大很多了 说归说 说就容易了 除非真的不赌 保持轻盈的头脑 赌一场球 赢的机会就多了 哦 原来是这样 你不赌不要紧 有我帮你赢你那份回来 赢钱就没你份了 等我说些事让你开心吧 什么 我们报馆呢 就每个月都有个读者会 听一下读者的意见什么的 刚好那次读者会呢 就有一半以上的读者 赞你的专栏呢 真的 是 老总呢 就决定你的稿费翻一半以上 还叫你用心写下去 对 多谢了 来 看来我这一对 不用给钱了吧 嗯 还用说 今晚你不睡 不得走出门口 来 你又没有搞错啊 骗子都说我22岁 你说我20岁 你怎么这么假的 你经常骗女孩子的 嗯 明天啊 不行 未必有空嘛 好啊 你打给我吧 拜拜 老公 怎么样 我朋友说 汤姆斯的新片很好看 不如明天我们去看 顺便逛街吧 老公 我跟你说话 我有听到 我想再写两句 再跟你说呢 你想去逛街是吧 不如今天吧 不过 看球可以在家看呢 为什么要出去看呢 什么看球啊 我是说看电影啊 你整天都在这里写写写 我说什么你都听不到 当然不是了 你是听错了吗 不跟你说了 那不如这样 等会儿老公帮你 去买一份礼物 给你好不好 当我赔偿你的 随我挑选哦 是 那还差不多 那你笑一笑 老公啊 我们准备去哪 老公 什么事 我们这次去哪 随便了 又随便 你做一次煮好不好啊 你说想看电影是吧 不如 我们一起去买票吧 你呀 整天都心不在焉的 都不知道干什么 没有啊 在想那些赔率吗 又是赌球 我陪你出来玩的 不要想那些足球 行不行啊 好吧好吧 我们现在一起去买票 好吧 喂 买了几点的票啊 买了七点半的 前面的卖完了 七点半 那七点半看完不就十点 回到家就十点半了 十点半就十点半 有什么问题啊 今晚多特蒙德对败人呢 九点半就开赛了 说来说去又为了看球 你以为你坐在那里看球 捧人家的场就会赢吗 没用的 反正票都买了 最多我陪你看了 你又没有经常发脾气啊 经常发脾气 那你就不陪我看了 喂 还有啊 你不想陪我看就不要看了 这么为难你 我不会找其他人陪我看呢 我现在不看了 你自己回家看球吧 喂喂喂 你不要走啊 你干什么 要不要发那么大脾气啊 这么小的是 那些个要花钱买的 很难赚的 嗯 那些票是我买的 喜欢怎么样都行 你的钱就是我的钱 你吃的住的都是我的 你怎么这样说话的 好啊 你请一个人回来看电影 要发工资的 还有 我晚上回来服侍你 还没跟你算加班费呢 你这么跟我算 喂 是你先跟我算的 哦 求我的时候 什么都行 如果不是你 我不会辞掉原来的工作的 你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求过你啊 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 这些事大家一起商量的嘛 你说什么 以前又是你叫我 去找一个监理的 今天做得好好的 是不是应该支持我 我这么辛苦 不都顺便了你啊 好吧 如果这样的话 不是我舒舒服服的去享受生活算的 我才不用这么烦呢 哦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和我在一起 你是这么辛苦 这么委屈的 那那那不是我说的 是你自己说的 觉得我那么不顺眼 你自己走吧 我资本我自己 每件事情都是为了你而做的 你叫我走是吗 行 我现在走 不过你记住 不过你记住 是你自己说的 你自己说的 是你自己说的 看下来 你自己说的 不是我 你自己说的 我自己说的 你看达 它是你自己说的 是你自己说的 如果自己来 你自己说的 上个月的考费 点一下吧 不用点了 又不是信不过你 是这样的 麻烦您可不可以问一下 你的公司持几天交货行不行 怎么了 是不是嫌钱少啊 学人家减产吧 说真的 我怕我没时间行 怎么了 没有 和我老婆刚刚吵了一架 他走了 不想这一次都 挺麻烦的 为了什么事 很大的事 他说我整天都想着那些球 就吵了起来 以前又是他叫我去找兼职的 我真不知道女人是怎么想的 你和他就算没有注册而已 就像两夫妻一样了 两夫妻的事情 床头打架床尾和 很小事的 你等他那吼气消了 打个电话给他 哄一下就没事了 哄什么 都不是我的错 做男人就是这样的啦 怎么能算得那么清楚呢 如果真的需要他的话 就听我的话 哄他回来 珍惜眼前人 不要让自己后悔啊 就像我一样 你都看到了 就是嘛 女人是用来哄的 喂 喂 是我 我想和你见一面 你不用看球经吗 我都已经不赌球了 我有话对你说 有什么话说啊 我们见了一面 再说吧 好吧 我也有话想对你说 你在哪 我过去接你 不用了 我过一个小时之后 到酒吧找你 那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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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我知道 你有什么想说 对不起 你不是觉得自己没有错吗 是 上次这件事 我觉得自己真的没有错 我道歉 是因为我刚才住在这里想 我发觉这几天以来 我们真的很少孤独 也的确是分了手 还好你知道 但是都是为了大家的将来 当初你都是希望我 勤快点积极点 阿车 并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和你的问题 不是这两三天发生的 我和你在一起五年了 除了开始两年 你花一点心思哄我一下 情欲的时间 我真的是一点恋爱的感觉都没有 回到店里 我和你 不就像做生意的拍档一样吗 回到家里 就像和房东一样 最多是同睡一张床的房东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我也很讨厌这种生活 你知不知道 两个人一起久了 就是这样的 你想要些什么 我是女孩子 要人疼 要人爱的 为什么每个男人都是这样 追的时候就什么都不做 追到了就什么都不做 爱一个人是一辈子的事 你追我回来 我一辈子都是你的 你明不明白 OK 那你想怎样 没有 我没有想怎么样 也都没有什么应该做的 我只是想跟你说 其实一直都想跟你说 刚才见过她 我决定接受她 你说来说去 也只是说那个男人 你喜欢怎么说都好 其实我一直都在骗你 不过我告诉你 其实是因为我尊重你 我真的爱个人 无论怎样都好 很感谢你这几年来照顾我 我走了 她在外面等我 等你重创事业之后 再扣我出来吧 拜拜 喂 这么巧啊 干什么呀 大白天的怎么会在街上看到你呀 你不是见光死的吗 哎 我现在不做了 找到了一个四五十岁的凯子养我吗 哎 你就好了 还不是这样 你还在好几天做吗 嗯 现在不做了 现在不知道改成什么网吧 找一些十五六岁的小妹妹做 我们这些老人呢 怎么跟他们比呀 那也是网吧这种东西很残忍的 你现在干什么 没有啊 我还有一些熟客 好一些生意咯 那也能混口饭吃啊 这些生意怎么样 一个字说完 差 怎么会呢 你以前那么红 不是有很多熟客吗 你说这阵的世界杯 那些臭男人心里 只想着看球 想着赌球 哪会有人来抓球啊 哎 世界变成这样 真想不到 世界杯对这些都有影响 你以为呀 我现在最讨厌的就是赌球 是合法 哎 做生意的是有望有淡了 对了 我遇了朋友了 先走了 一起走吧 不用了 我出来是透透气的 等一下回酒吧 看能不能找个便宜 你掉个凯子 OK 晚点再聊吧 生意形容 拜拜 对不起啊 我今天很没所以知道 你每次知道都有借口啊 我叫你四点了 现在四十五分才到 是不是太离谱了 我已经计算好时间的了 你相信我吧 我听你有什么解释 我上网买球 网络堵塞 我有什么办法 你四十五分才到的 你搭什么车来的呀你 你走路来的 就你平常那样了 搭地铁转小巴 然后跑过来了 你有没有搞错啊 明知道我在等你 你应该打地市吗 打地市要六七十块钱的 用来吃饭不更好 你有选择赌球 赌球不一样啊 赌球是投资啊 不是娱乐 那我现在问你 我跟赌球哪一个重要啊 那当然是你啊 那好啊 我现在要你以后不赌球 行不行啊 那你不是比我借死角吗 赌球是很难借的 算了 不要再说废话了 我们分手 又分手 四八公 整天分手 这个月都分三次了 喝点什么 借井小熊喝什么 啤酒了 你不是乐乐 你是 小学的时候 和你一起作弊的那个啊 你是阿荣啊 那时候你大夫眼睛挺呆的 怎么变得这么漂亮了 那还有说嘛 你也很漂亮啊 一定有大把男孩追吧 现在有没有男朋友啊 不要再提那些男人了 怎么了 瞒着你泡别的女人吗 不是 不过他老是赌球 让我讨厌 又是赌球 都说了赌球害人 影响一生 怎么了 你男朋友也喜欢赌球 我没有男朋友啊 我说的是我的客人 啊 客人 你现在做什么呀 实不相瞒 我现在帮男人做打点工 这阵子世界杯 那些男人总想着赌球 全部丢下生意赌球去了 咦 没有 我也没有 是吗 是哦 这样啊 朱朱怎么样了 哇这么晚了 我们聊了几个钟头了 这就叫做快乐不知时日过嘛 没想到赌球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好处啊 什么 不就是我们可以见面了 那也是啊 话说回来 我们还没有交换电话号码 是啊 好了 你这么讨厌你男朋友赌球 你怎么会有球员的贴纸像在手机里呢 我讨厌他赌球而已 又不讨厌那些球员 有很多球员都很帅很高大的 我每次陪他没有看球的时候 我最喜欢看他们进球之后 拖到衣服庆祝了 这样也可以啊 这是服了你了 其实赌球也不是男人的专利啊 我们也可以赌 这也是啊 这所谓生意淡薄不如赌博 我也想过的 不如我们一起赌球吧 什么时候 就明天吧 好啊 那今晚电话联络了 好 那么多场球不知道没哪一场好 我也不知道啊 你经常陪你男朋友去看球 你比较熟听你的 我最熟的就是贝克汉摩欧文啊 今天又不是英格兰 不如我们买德国对沙特阿拉伯这一场吧 为什么 德国有个球员金头发的叫齐人士文 很帅的 好像也是啊 我小时候跟爸爸看球的时候都听说过的 不过这样啊 德国要进两个球 啊 那是怎么样 那就是要进三个球才赢啊 不知道能赢吗 我想可以吧 你刚才又说不行 怎么现在这么有信心呢 当然了 沙特阿拉伯 名字听的都不吉利 现在踢足球是在草坪上吗 他们叫那些老伯去踢球 肯定没力气了 啊 你说的也有道理啊 那就下德国吧 现在就打电话下注吧 好 哇 又进球了 那是包达了 哇 哎呀 累死了 逛了一天的街 很久没有这么尽兴地逛商场了 哇 东西真便宜啊 便宜得吓死你啊 是啊 是啊 不过是这样 不劳而获的钱用起来是特别开心的 什么不劳而获啊 因为我们眼光独到啊 这些是我们投资赢来的钱 不过 两千块钱一场 会不会 太贵了啊 哈 两千块一场也说贵啊 以前我男朋友都是一千块一场的 我怎么也要比他多 就多两千块一场咯 啊 你找我陪你男朋友逗啊 也不是这么说 反正都中了 我们就买多点 赢多点 不就更高兴 这也是 那 我的钱就快要用光了 明天还要不要成胜追击啊 还用问 这些钱这么容易赚 赌都好过被男人压了 那不如我们今晚早点睡 明天再杀过 好 那我们走吧 好 喂 喂 阿荣啊 话说回来 怎么不见那个麒麟试吻呢 还说呢 刚才我在酒吧问他们 他已经退休很久了 哈 不是吧 喂喂喂 今天终于有英格兰了 买英格兰吧 那也是哦 让瑞利亚半球这么少 你买啊 就这么定了 喂 不要气馁啊 接着是法国队乌拉圭 法国人这么高大这么帅 一定赢的 上场输得这么没面子 这次一定要赢回来 我也挺喜欢法国那个光豪的 不如去买它吧 好 就这么定 哇 我没有搞错啊 又是零比零 有没有这么邪啊 就是啊 最倒霉就是那个哈尔 那有门输球 哎 不要吵了 下次日本推比利时 怎么看啊 当然是买日本了 我衣柜里全是日本货 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神经病啊 连输三场球这么美 搞直到这样 不如全部都买盒 赔率更高啊 哎 有肚子没乞丐呀 不行 还是要想办法转运才行 打你的哈尔头 等你轻轻醒醒 不被别人赶走 喂 你这样打它 它不是越来越糊涂吗 来让我打一下吧 打你个哈鬼角 打到你连球都不会踢 喂 等等啊 其实利亚呢 是一个非洲国家 很多人都会魔术的 待会我们反过来 背板怎么办 哇 好的你提一下 要不再找另一个打吧 打谁呢 哎 打这个 毕胜 耶 我们这次赢定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小人打过了 这次不给他翻身的机会 那这次我们要买哪几场 什么哪几场啊 一场 买一场就够了 为什么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个晚上 我们不应该这样分散投资的 买两场才赢得一场 这也是输啊 也许三场都中吗 这样风险太大了 那我们拿三千块钱来买三场 和一千块钱买一场 赢的钱还不是一样的 也是啊 那现在把钱集中在一起买一场 那买哪一队呢 有哪一队全部是帅哥呢 前两场还没赢呢 还有 有哪一队最后一场有王牌付出呢 哦 法国 法国 聪明 这一场我们一定翻身了 我也有份 耶 惨了这一次 不辛苦赚过来的钱全部出完了 你以为我惨吗 我的钱都是用皮肉换来的 喂 两位小姐 不用怕啊 就所谓希望自然人间 我们的经纪公司 已经能帮你们两位的 放高利贷的 没有 也只是打工而已 不行 不行 怎么可以借钱来赌呢 就是啊 我们还没有那么烂赌 不行的 不行的 我们欠了多少钱呢 四万了 如果我一次性赢回来的话 可以填上输的钱 再赚一点 每次都是我说买什么就买什么 这次听你的 我跟你 嗯 我不懂的 怕什么呀 乱帮打死柠檬王嘛 嗯 这样啊 不如买葡萄牙打瓶吧 法国已经出局了 没有理由再输的吧 也是啊 他们对南韩就算瓶球都可以出现呢 没有理由不拼的 是啊 是啊 准利又高 你值得赌一榜 就这样决定了 一定要打平啊 哎呀 千万别进球啊 不用看了 没钱还了 跟我们回去慢慢谈吧 哎 看好他们两个 走吧 哇 真是走运啊 刚才走出来的时候啊 碰到了一班警察 要不就惨了 那两个警察说 这两个人 是专门借钱给那些女孩子 骗他们赌球的 怎么说 这次我们也算走运呢 你要这么说 我比你更胖呢 不过也是 这一次我们收完所有的钱 但我们两个人都平安不适 是不是啊 这样也算是破财消灾 大买个教训吧 我呢 以后都不赌了 就是啊 见鬼还不怕飞嘛 怪不得我男朋友这么喜欢赌球啊 原来赌球是可以上瘾的 怎么了 想人家了 有点吧 打电话给他啊 各位 你们今天有没有看报纸啊 政府终于取消赌球合法了 有什么办法 大势所需 他不搞不是逼个人自己开局吗 这也是啊 还有啊 现在香港政府手头那么紧 看到那么大一块肥猪肉 还不冲上去咬吗 是啊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有本地球赌呢 话说回来 我都忘了本地比赛了 再说吧 本地的球员 各个都是雄鬼 如果本地球有的赌 我不争着打响球了吗 哎 不要那么大声嘛 怕什么又不是没被人接发过 先生 你们说话小心点 不是各个香港人踢球都像你们说的那么没骨气的 哎 神经病 我们说话关他屁事 连他你都不认识 怪不得你说不记得香港本地赛了 苏姐姐 告诉他这个人是谁吧 就郑绍聪呢 前几年 他是香港球团一线的族群明星 你干嘛呀 你神经病啊 为什么要跳海呀 不关你的事是我的事 喂 我救你的 你差点掉下去了 还在卖人 你什么态度啊 我的事不用你管啊 哦 我认得你了 你就是那个什么 甲级球员 叫郑绍聪对不对 你认识我 当然认识啦 你不认识我而已 我记得前几年 那个什么华东筹款 我和你拍过照的 是吗 当然啦 那个时候有很多球迷 要你签名和拍照的 唉 这些都是以前的事了 你为什么不开心啊 还弄得 要跳海 不如你说出来吧 说出来会舒服一点的 有很多事 别人是帮不了的 你放心吧 我很守秘秘的 你说出来吧 我不告诉人家就是了 嗯 没踢球以后 有朋友介绍一个 做商业的朋友 给我认识 开始叫我出25万 合伙搞外园赌球 当初我很怕做不起的 但是很快 我发现我的担心 是多余的 阿宗 唉 支票 你的 这么多 多 除了本钱只赚五万而已呀 没想到这么快就赚回本了 傻子 以后大把世界做呢 先和一杯再说 好 来吧 我们就这样赚了一笔钱 但后来 做外园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的生意 自然没以前那么好了 上星期 他突然约我出来 找我这么急有什么事吗 记不记得带支票出来 记得我带了 前几天 有一个人来买我们的球 赢完我们的钱了 那现在怎么办呢 你先开一张八十万的支票 给我应一下急 我过两天卖了一辆车 再还给你 这生意大家都有份的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背的 那好吧 当然 自死之后 他就不再出现了 哇 他有没有这么卑鄙啊 卑鄙 还不算 他拿走那八十万之后 还有其他赌徒来骗我 个个都向我讨债 因为厂长都是他们赢 最后我还拿出了一百五十万 我觉得老天好像在玩我 我们合作好好的却失败了 只不过有机会赚一点钱而已 现在还要赔上一笔 现在全部资产只有三千块 人又老 钱又没有 不死也没用了是吧 做人就是这样 肯定有起有落的 不过你是大起大落而已 这样就放弃自我吗 我觉得做人呢 最重要是珍惜机会 把握每一个机会 珍惜生命 我明白了 是我一时冲动 对了 说了这么久 你叫什么名字 Piano 叫我阿松就行了 今天心情很好啊 嘴角都裂开了 你整天见到我是苦瓜脸吗 不是啊 喂 这么早啊 在下坐不如在这里坐 这里面人多点 喂 我带了些东西给你玩 什么 看了不就知道了 哇 这种东西我五岁之后就不玩了 想玩足球不如去玩足球游戏机吧 哎 有没有搞错啊 这叫怀旧嘛 是不是不想和我玩 不是 那就玩吧 好 呃 好像你不是很会玩啊 哈哈哈哈 珍娃 真是十比零啊 很晚了 你住在哪里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我自己开车的 对了 我有一些事要问你啊 什么事 这样的 我有个朋友 有个球队 预备的 每逢比赛都输 我想你给一些意见 给意见是没问题的 不过不出面的 不用不用的 他们每次比赛都用DV拍下来的 只想你给一些意见嘛 好的 一言为定 好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老了很久吗 不是 就一会儿 怎么样 赢了输了 你自己看 不要了 你说吧 赢了输了 有没有这么紧张啊 三比零啊 哇 这就好了 那他们不是很开心了 他们肯定开心啦 他们整个队都要谢谢你啊 你这个幕后功臣 哼 我只是给一些意见罢了 喂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做一个领队或教练 就算是没份踢球 但是你也有参与啊 不过老实说 教业余球队 就算赢了 好像也是 少了一些什么东西似的 那你不如教甲组吧 哪有那么容易啊 香港球队很讲究关系的 我也不是名人 又不会巴结人家 谁会理我啊 那不如买一个球队回来吧 哪有钱啊 除非中了六合彩 那中球也可以啊 中球哪会赢那么多啊 有啊 上次我上网 见到一个英国人 用十磅买了十八场球 全部都中了 喂 赢了上千万港币啊 十磅 相当于一百多块港币 如果要是我选 还不如放进口袋里 你不买我买 我赢了 买个球队给你 不过可不可以先吃饭 好啊 好啊 我饿了 走啊 你这样望着我干什么 在看你看什么呀 一个大男人对着一个酒杯发呆 你有没有试过喜欢一个人 当然有啊 干什么 你喜欢一个人 是不是什么都跟他说呢 那也不一定啊 也要看你自己跟那个人 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才行啊 怎么了 你喜欢了那个足球机啊 啊 足球机 那天啊 和你玩足球机的女孩啊 喜欢又怎么样呢 你又不是不知我的绅士 怎么配得上人家 哇 现在什么年代了 还说什么 哪个配得起哪个的 哎 你别成为苦脸了 先别想好不好 是你自然就行了 哎 我呢 最近呢 开设了地下赌球的 你不如点点我啊 那你有没有看哪队球呢 哎 来这么早 你当然向我迟咯 你看你 又赌球 不是 这个是 什么呀 赌球已经把你搞成这样了 你令我很失望 你听我说吧 他 先走了 别闹 哎 你先不要走 你听我说啊 我没有赌球的 刚才他给我分报纸 我给他一点意见 不就应付一下了 你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 我不会信你了 不喜欢我赌球 也不用这么激动啊 上次你说买什么 十八串给我 不也一样是赌球吗 好了 我做错什么事了 我做了什么 你不开心的吗 你不要再问了 总之以后你不要再找我 神经病 上天都是捉弄我的 我踢球踢得好好的 突然不踢了 本来搞商业有钱赚 突然间又没有了 现在你又是这样 怎么会在我最开心的时候 去走我所有的东西呢 对不起 人不开心而已嘛 你不关胃的事啊 你天天这样喝很伤身的 你喝完这杯行了 我待会拿杯生茶给你 喝酒不会喝死人的 我早就想死了 就是死不了 为了一个女孩 用不用这样 是她救了我 也是她给了我斗志 一手打成我的也是她 做人挺难的 不过没事 请问这位是不是 郑少松先生 是啊 什么事 先生 你要喝点什么 不用了 很快就走了 那慢慢聊 我是平安能小姐的律师 这是我的名片 郑先生可不可以把你的身份证 给我看一下 还给你 谢谢 张小姐 张小姐要我把这包东西给你 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你再联络我吧 谢谢 阿宗 你看看这张合照 我找了很久 不过我不还给你 因为这张相片是留给我陪葬的 对不起 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我患了脑癌 那天去海边其实是想自杀的 谁知会遇上你 可能是上天给我的一份礼物 还记不记得十八串一啊 我真的买了 联赢十七场 不过最后都输了 还是零 对了 还有些话要对你说 首先说声对不起 其实我爸爸是一间上市公司的主席 钱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你记不记得你刚刚踢球的那个流浪队啊 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 这个球队是属于你的 我跟爸爸说过了 他也答应我了 因为这是我唯一的心愿 阿聪啊 你整天说 你得到那样东西以后很快就会不见了 整天不服气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两只手是装不完的 你根本没有另一只手去拿别的东西 做人开开心心不就算了 让一些开心的事永远留在心里 那不是更好 没有人可以拿走 好了 最后 我想说一件事给你听 其实我很喜欢你 希望你会记得我 拜拜 拜拜 再找不到替代 因你是我 是我未来 仍然在等 我继续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